- 新加坡的鮮蛋魚皮 - 嗨! - 新加坡的鮮蛋魚皮 - 我是冰淇淋妹 - 還有姨姨 -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 - 我們從新加坡買回來的鮮蛋魚皮 - 超過! - 跟冰冰一起分享 - 還有姨姨也想吃 - 姨姨剛剛先開什麼 - 我覺得他好像可以先開一個新加坡最有名的鮮蛋魚皮 - 鮮蛋魚皮 - 這個是薯片 - 這個是鮮蛋薯片紅色的 - 藍色是鮮蛋魚皮 - 就是把玉皮拿去炸 - 然後這個是最好的鮮蛋 - 你也快一點 - 這是魚皮 - 這個真的超好吃 -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那邊買到 - 它有很多個不同牌子 - 然後機場的那個牌子很容易買完 - 然後這個是市區跟Seven都有 - 我們一吃完就驚為天人了 - 覺得好像可以在Seven買的 - 我覺得很棒 - 所以這是魚皮 - 炸魚皮 - 很好吃 - 很好吃 - 超價格 - 喔 妳也想吃了 - 喔 - 喔 - 我想要懷念應該那個味道 - 妳想要吃喔 - 很神奇的味道欸 - 可是我覺得它是一吃會覺得好吃 - 然後你吃了大概五個都就會覺得有一個 - 有點油 - 喔 - 油是嗎 - 它就是炸魚皮外面的補點 - 喔 - 鹹蛋魚皮 - 它有個 - 鮮 - 蛋香 - 它就是蛋香 - 它就是蛋香 - 然後不會很鹹 - 但是它沒有 - 它不太算鹹蛋的感覺 - 我覺得它沒有 - 沒有台灣鹹蛋那個味道鹹的感覺 - 這個就香香的 - 它是蛋的鹹 - 鹹鹹香香這樣 - 然後這個是薯片 - 鹹蛋魚 - 鹹蛋魚 - 它哪有吃薯片 - 我覺得薯片比較不會那麼低 - 可是魚皮比較香 - 它薯片比較有吃超多耶 - 薯片好爽 - 薯片好爽 - 它有一種清零感 - 對 然後就超爽 - 它薯片很薄的薯片 - 它薯片超爽 - 它薯片超爽 - 我剛剛有時候我這邊坐在那個 - 大家拿走旁邊 - 然後就吃飯包 - 一直滾 - 就吃飯包 - 很容易看電視或喝啤酒 - 都吃飯包 - 因為你看 - 依依獎 - 鹹蛋魚 - 它薯片我超爽 - 這一個鹹蛋魚皮是 - 是機場的Seven買的吧 - 好像在一般Seven也有 - 好像也有 - 可是 - 相比起來它不是最有名的 - 所以我們就想說買來吃 - 因為我們也沒吃過 - 還有另外一個是藍色魚的嗎 - 有有有 - 藍色魚 - 藍色魚的我吃 - 其實我覺得 - 我們吃了一個小時四間 - 好像都差不多 - 對 - 所以其實你看到什麼買 - 就都喊了 - Seven買來到了 - 然後這個裡面長這樣 - 欸 看不到 - 所以這個是他們當地 - 很有名的 - 很有名的 -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 - 突然間開始爆 - 就爆紅 - 爆紅 - 欸 - 這個我以為是第一次吃 - 怎麼不一樣的到 - 第一次吃欸 - 這什麼也是鹹蛋魚皮呢 - 對 - 只是它不同牌子 - 然後而且它的魚肉 - 這個很蛋欸 - 很塊好大喔 - 我覺得這這個最好吃欸 - 欸 糖果超多欸 - 這個很好吃欸 - 欸 它這個有甜大味 - 是真的有甜大味 - 真的有甜大味 - 它有皮大味 - 有皮大味 - 這個直接好吃 - 這個很好吃欸 - 買錯了 - 我覺得這個有超越的這個欸 - 這個比較厲害欸 - 比較厲害 - 它沒有油泡味 - 對 - 然後它有一個 - 它都粉香味 - 這個有一個香味 - 它有鹹蛋跟提蛋的味道 - 對 - 很香 - 這個好好吃喔 - 很好吃 - 這個很好吃 - 突然加了驚訝 - 而且就只滿一包 - 可惡 - 很好吃欸 - 難過 - 很好吃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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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這個推薦 - 這個誰把 - 那個大名 - 這個第一名 - 這個第一名 - 突然第一名 - 你看有什麼這個 - 那這個跟機場的那個 - 那這個跟機場的那個 - 黑黃色的跟 - 有藍色小魚的 - 我覺得這三個是差不多的味道 - 就這個是很厲害 - 對 - 因為這個就是 - 台灣金燒口味 - 怎麼超好吃的欸 - 怎麼那麼厲害 - 而且這個怎麼不油啊 - 很不油啊 - 而且它裹 - 它的魚很大 - 裹滿 - 裹滿那個 - 鹹蛋粉 - 它好好吃喔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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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脆喔 - 好脆喔 - 好脆喔 -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吃 - 喔 - 而且因為它都有那個 夾鏈蛋 - 所以就不怕它不俗 - 好好吃喔 - 而且結果結果發現 - 這是滿冰箱的 - 喔 - 會很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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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接下來冰冰來開一個 - 拉薩口味的洋麵片 - 喔 - 這樣 - 喔 - 它想吃魚皮 - 它想吃 - 長這樣 - 薯片格子狀 - 怎麼樣 - 它好像那個什麼 - 我就是台灣 - 撥的撥還是 - 撥的撥還是 - 撥的撥 - 撥的撥 - 撥的撥 -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拉薩味 - 有一個香氣是好吃的 - 可是是不是 - 跟拉薩沒什麼關係 - 吃喔 - 我們這樣太香了 - 啊就 - 有一點蝦味 - 很淡的蝦香味 - 有一點點很淡的蝦香味 - 有一點點很淡的蝦 - 然後吃到後面有一點微辣 - 有辣 - 一點點麻薩味 - 然後微微辣 - 好像是很少 - 看這個 - 很難機口味 - 這是要洗帶的 - 真的嗎 - 嗯 - 很難機 - 我還沈浸在魚皮的香味 - 我也吃 - 我覺得魚皮太好吃了 - 我不想吃那個魚皮欸 - 一樣是薯片狀 - 格子狀 - 波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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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狀 - 鐵皮污狀 - 鐵皮污狀 - 也很淡 - 這個很淡 - 太淡了 - 還是因為我們剛剛吃那個魚皮太濃 - 欸可是 - 你用聞的蠻有香的 - 它吃起來蠻淡的 - 可是它聞起來也不是很難機 - 果然是檸檬汁 - 對啊 - 欸你知道波耳朵也有出海南皮的味道嗎 - 嗯 - 就我覺得現在很淡 - 好不好吃啊 - 我還沒吃到 - 應該 - 應該是蛋 - 應該真的很香 - 我們覺得這個超淡 - 還好 - 很普通 - 普通 - 今天最好吃的是這個 - 魚皮 - 魚皮 - 魚皮 - 太好吃了 - 超香 - 今天今日第一名 - 魚皮 - 好 - 背狗的魚皮 - 避免冷冷的魚皮失控 - 我們要趕快剪載這個影片 - 我們要來之前帶魚皮了 - 再見掰掰 - 再見 - 皮 - jokes - 火 - 湯 - 黃